最近 Red Giant 推出了 Particular 4 最令人興奮就是它的 Fluid System 我玩了幾天, 做了幾個鏡頭 今天我們來個簡單的Review 先說說有什麼好東西 第一點 它很快和很容易設置到 在 Particular 3 的時候 我沒有用太多這個 Designer Interface 因為我依然可以用傳統的方法去做 Setup 但是在 Particular 4 的時候 只要你一玩 Fluid System 你其實很想快點會看到 Feedback 因為你要不停去 simulate 一些動作 你看看它漂亮不漂亮 而你不會想慢慢去找一些 Setting 在哪裏 特別是如果你想用幾個 System 去做 Fluid 效果 你就會知道它的好處 而這個 Designer Interface 都有更新到 你可以設定你想 Preview 多少個 Frame 以及它會 cache 了你的 Setting 去 Preview 給你看 所以 cache 完之後 它 Preview 起上來也不會太過慢 然後第二樣好東西就是它的 Multiple System 除了簡單做一條流體、液體之外 你可以設定多組不同的 System 而它們是可以互相影響的 你更加可以隱藏其他 System 的 Particle 但是它們依然是可以互相影響得到的 這件事就令到你 Particle 的動作 有多很多不同的變化和可能性了 第三樣好東西就是你可以 import 你的 3D OBJ file 進去 由這些 3D Model 去發放 Particle 出來 而這些 Particle 是可以被 Fluid System 所影響的 你可以多加幾個不同的 System 去令到它有更加多的變化 這次在 Particular 4 裡面 有很多 OBJ 和整個 System 的 Preset 是可以幫大家設定的 接著就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什麼不好處和我怎樣解決它 有時候 OBJ file 在這個 Designer Interface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知什麼原因令它出現這個 bug 就是我在 AE Panel 有時候會見到它只有一點 這件事真的嚇到我 我無論用什麼方法 甚至把 Render Engine 轉成 CPU 都是幫不到的 但是我最終發現 原來我只要把 OBJ Emitter 轉成另一個 OBJ Apply 了下去 接著我再換回原本想要的那個 OBJ file 那就沒事了 第二個我發現到的問題 就是它會錯 cache 可以看一下 Particle 會無緣無故跳了做另外一個樣子 而我唯一找到的解決方法 就是清掉它所有的 Disk Cache Memory 然後再 RAM Preview 過就沒事了 第三個我遇到的問題 和第二點是有些關係的 有些情況我想獨立落一些 Effect 給某一個 Particle System 但是我只可以 duplicate 整條 Layer 再 disable 了一些不想要見到的 Particle 但對電腦來說它就做了 Double 的工作量了 如果我 duplicate 了三四個 Layer 的話呢 它就會 jam 住在這裡了 所以我將那些 Layer 逐條逐條 Solo 再 Preview 一次 那等 AE 可以 cache 了它 最後我才可以全部一次過夾在一起去 Preview 但不要忘記剛才提到的 Cache Bug 它都有機會會出現的 至少你要將有錯誤的那一條 Layer 總之改變少少它一些的數值 讓它整條 Layer 由頭再計過 如果都是不行的話 你就需要清掉所有的 Cache 每一條 Layer 由頭再做一次了 這個是一個很沮喪的問題來的 希望 Red Giant 可以快點解決它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它依然是我最常用的一個 After Effects Plugin 今次的 Review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你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啦 我是 Clifford 李小肥 下集見